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26年 道素第二行 道素第二行 一往分别 同居五座亲 五分段大口 但受不病不老 自在游行天衣天时 祝善聚会等落 这个地方所说的夜王分别了 这个夜王就是大略的意思 我们讲大概 这使说明西方世界似同苦的状况 那么大致上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 都是凡圣同学徒 因为说凡圣同学徒们 如果关系最为密切 我们绝大多数的人 在西方经文世界都是道德 那么说同学徒 五座亲 这是两个世界的比较 我们这个世界 五座就中 他们就亲 为什么还要说五座呢 因为我们是半夜王三天 见思烦恼没有断 就是带过去的 所以客时而然呢 确实有五座这个现象 不过比起我们这边的环境呢 那实在是相差 使人数太大了 人数太大了 那么这个亲自 我们要细细地去体会它 那个亲近程度 上来讲 是我们这个世界 一界天 四界天 乃至于 五色界天呢 都不能够跟它相比 那么我们分段 这个分段 段是阶段 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从大的地方分 那么我们这一生是一个阶段 一生是一个阶段 那么来一生 来一世呢 又是一个阶段 这个就是讲 六道能误会一世 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那么这是大的 如果要细分 就把阶段 可以说是每一分 每一秒 每一差 都是一个阶段 那这个都是四十 这个里面呢 有八种口 情面跟一个微 提到 这个八种口 可以说是六道里面中心 那么一个能够灭除的 即使天上有不例外 那么这个内 这将有三老病毒素 天上的人 福在经上告诉我们 他们福报的 天人生是化身 这个身的形态 有四种 叫胎 暖 食 化 胎生 最苦 那 人是胎生 那 最苦 女生 最诞生 比胎生的苦 要减少一些 世生就更少了 化身呢 这个苦 就没有多大的感触 天人福报大 是化身 那么他们通常呢 也没有病苦 这个世尊 在经上告诉我们 欲见天人 他临尊的时候啊 是七天 就是临尊七天 才感觉到身体 有一些不舒服 那么换一句话说 平常他也不生病 他也不病 他也不老 没有衰老的乡 也没有病苦的乡 那福报很大了 但是这个 临尊七天之前呢 他就先衰下 那么换一句话说 他的老病 就是在那个时候 时间复长很短 但是他所感触的痛苦 我们也没办法想想 就好像这个 大富贵人家 遭了一点委屈 那就不得了了 在平常人家 看起来 算了什么 所以天人在这时候 感觉到非常痛苦 那么死了以后 还是要随夜流转 这个六道轮回 彻彻是事有 一点多样 人生在世间 前面跟各位提到过 人生不难等 佛法难闻 人生最宽贵的 就是云到云到云到云中 从这方面来观察 古今不一样 古人呢 确实比现在人容易救护 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古时候 环境比较单纯 这个五月六成的享受很有限 所以心地比较轻 心轻了 不容易救 现在 现在 这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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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日享受 超过古人 不被轻卑 这个心思 混住 被这些欲望 迷得太深了 所以 很不容易救 很不容易救 我们从一个非常奇形的例子 能观察得出来 古人对于善恶的暴力 相信 所以奇形的灭灭灭 他都很小心 很谨慎 现在人 因为哭舌昌明 认为这些东西是迷信 大家都不相信 这一段事情 决定不是说 不信就有 不信就没有 不是这个说法的 你信他有 他存在 你不信他 他还是存在 这是俗话所说的 不是不道 食尘为道 食尘道 不信他 以后悔 也难不信 所以这个 因果报应的六道灭灰 故隐神之寺 这是 恰恰恰恰恰存在的 那么他们呢 也都有分断的八普 只是八普的亲众差别不一样 虽然天人亲 天人要跟西方极乐世界人一比呢 那他还是严重的太多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西方世界 这个分断八普 没有了 在我们这个世界 分断孙死 要是没有了 的话 那就证明了 在武汉国府 就超越才界了 在这个地方 休闲 要相当的过分 这叫断 亭自烦恼 生到西方 极乐成近 这个贫 조 这个贫23就占大了 为什么呢 它不是要断烦恼 只要把烦恼控制住 这个说法里面讲 疯烦恼 疯 我们现在说 控制住 它不起作用 这样的强奸就能冒陷 这个比断是容易太多 那么三道西方极乐时机 你所作的利益等于罗罗汉 这是讲在断反脑这方面的 等于罗罗汉 如果将其他的智慧各能享受 那么罗汉是怎么比也比不上 那集结合合同一居住的享受 也跟等于就菩萨相差不多 那么这是无苦 无有重苦 但说不必不老 下面说呢 但说主要 哪些乐呢 我们自在游行 到什么地方去游行 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 旅游是很多人喜欢 也是大家非常羡慕 但是我们对游游呢 不能超越这个地球 不能到外太空去游 西方西方世界的人 越来越游的范围就太大太大了 所以净虚空变化界 想到什么地方就到达那里了 他们的飞行工具 太出身了 金上将的莲花 莲花就是他的飞行工具 他乘着这个莲花 想到哪一个国度就到哪一个国度 想到哪一个星球就到哪一个星球 这是我们讲狠面点 树的人想到过去时也行 想到未来时也行 这个我们永远跟他相比 那是天然之别 这就是自在游行点 天时又天意 这是指出因时 我们这个世界不能够缺少 所以大家的辛辛苦苦 为什么呢 多为因时求忙碌 西方极乐世界 对物质生活呢 一点也不愁 为什么呢 一些供应随秘而至 心里面想什么 你所想的就在面前 这是佛教经商跟我们说的很清楚 像经商告诉我们 说再讲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不需要饮食了 那为什么还说如天时呢 是我们在这个世界 无量的节来 每一天都需要饮食 饮食成习惯 所以到达西方极乐世界 虽然不要了 你们这时候还会想起来 这好久没吃饭了 还会动这个念头 那这个念头又动了 那个饭食自然就摆在面前了 一摆在面前 这才晓得 现在不需要了 这个念头又动了 这些年餐饭饭也统统都消失掉 所以不必要你去收拾 也不要去洗碗碟 这是干干干净净的 一成不然 一种习惯 会有这个现象 那么在极乐世界 时间长了 这个习惯渐渐渐就淡泊 以后就没有了 出去的人 有这个现象 祝善俱惠 祝圣善人 俱惠一处 孤独就说 我们这个人间 最可怕的是什么 你们每个人想一想看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 最可怕的是什么 古德告诉我们 社会上最可怕的是同行 同行因为有利害通促 不做手段 不容易陷害 比这个虎狼还可怕 所以是知人知命不知心 如果人与人在一起 没有利害冲突 就不必提了 绝对不至于 有相害的事情发生了 没有利害冲突 心一放了时间 确确确确实实 没有利害冲突 意识住行 彼此不如不妨碍 彼此都同样的风阻 大家在那个地方 真正是一心修道 当中不如不妨碍 敬应众生 我们所说的弘法利子 所以那边都是 圣有善之人 对点我们也要清除 要明白 那边人既然是 圣有善之人 只会一处 我们自己的心情 要不上 虽然念什么了 也不能莫生 因为跟那边人 志趣不相同 所以是人以畏惧 我们跟他不同类 这就入不了他们这一个餐体 所以一定要自己 志趣和他们相同 志趣相同 志成到佛 那自然就相同 那自然就相应了 所以正是平静 我们要求 这个地方的试炼 要放下 越先向道 再看看 下面到 放越体 巧观 欲成空 至极 这个业 大受 游戏神通 等了 这个司徒 里面所说的苦 凡是 送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些苦都没有 那都不受 司徒里面所说的 送到极乐世界的人 统统都有份 这个方便 从一念 这是一经 断了 见死烦恼 念佛的功夫 深入 得到四一心不乱 体育空 使聪明智慧更高 不忍耀 他无法 在日常生活当中 他里面的力量很强 知道无法借口 知道一切法 了不可等 这个是高度的智慧 不是在 极乐世界 想在我们这个世界 修行 小成人到这个境界 我们通常叫他 入平真 涅槃 宇宙人生的真相 我们讲 我们讲真相 佛家四师 真相 就我们从三个方面去观察 这个三方面 洗下用 我们讲真相 如果我们明了懂得备用 那你这一生就会很幸福 就很快乐 体验之空 确定不可得 你得不到的 像是有的 是可以受用的 所以你的受用 你不要执着 你认为你有所得 那你就错了 你就会生烦恼 就会有痛苦 你要晓得 像有可以用它 所以永远要用忠 我们中国是无加了 叫忠勇 所以中国古圣先行念 佛教没有传到中国 我们中国人会用忠 会用忠 佛法里面也是用忠 佛法讲忠道 儒家讲忠勇 所以要忠的用忠 不偏有 不偏有也不偏空 两个都不偏 就是忠 所以你用的时候 所以你用的时候 用忠 这个忠是从这边来的 是从这边来的 等我们现在一边 佛和我们讲 我们凡夫不懂 凡夫的用忠 他不懂用忠 他用忠 一切都是忠 枝骨样样都有 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苦恼 烦恼 这个二成人呢 小成人呢 他知道那个忠是假的 喜是真的 就是真空 他用空 用空 他不用忠 所以用空呢 他不起作用 换句话说 他永远在定中 对人说 沉空无忠 他没有定 在定中 都不起作用 所以他这个并不圆满 菩萨懂得用忠 菩萨用忠 空无忠 两边都不拼 两边都不拼 这叫忠道 所以他有游戏与神通的路 所以菩萨非常好多 我想小成的代盘 凡复于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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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成呆板 菩萨和婆 这菩萨用忠 那么也方便 他有游戏 世报 一路 古文 别徒 特别不容之苦 但受不耐不思一路 这个硬忠呢 有两种 这个世报土呢 是用忠 用忠有年忠 这年忠比较上库链 前面所说的四地三观 夜心三观 四地三观就有个别不容之口 因为它的境界是有四地有等差 这个三观是空观 假观 中观 它一个层次一个层次 这当中有界限就是有个别的不容的缘容 这个在大臣菩萨里面形式出这个哭诉 夜心三观的这个现象就没有了 无论逆法 随便逆逆法 它都知道 既空 既假 既重 体是空 像是假 有是假有 空是真空 肉是中 所以随便也罚了 空假中三地缘容 没有个别不容之口 有此 它那个境界就是华人经上讲的 一丝不耐 四丝不耐 菩萨在这个世界 跟我们大众 处在一起 所谓的是活光同城 跟我们生活完全打成一批 但是 真正讲的受用 可以说完全不同 我们在这个世界 六根接触 外面境界 有苦乐入行的感受 菩萨没有 菩萨苦乐入行时 统统没有 那叫做路 所以这个路不是苦乐之路 苦乐之路 还是苦 若只有苦就来了 所以若是要坏苦 苦乐两边都没有 这叫真正的路 所以它实实在在 是说不思议 无障碍的境界 没有障碍的 借光究竟的 这个是司徒里面最高的 是如来国地的境界 我发生生路 正常留住之路 但受趁幸远满旧经之路 那么这个地方有个名词 也是佛学的词 叫发生生路 正常留住 这些字样是形容词 不是真的 真的这个发生真如 这里都还能出毛病呢 都不可能的 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 真如本性上面的烦恼 还没有去得干净 所以佛法的心事 诺诺诺诺诺诺 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明白 但是佛法里面讲真如旺 真是本有 旺是本有 你的烦恼 你的妄想 本来没有 我们今天烦恼很多 痛苦很多 梦想很多 这些那么的根源呢 佛哥伯伯伯说的很明白 花云今山讲得好 说一起你众生 借如如无来 智慧你这相 跟祝福如来 没有两样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争取 佛者是一句话了 把我们六道凡夫的病根说出来 我们的病根就是妄想执着 那么佛法的心事呢 就是把妄想执着除掉而已 那边 但处其妄想执着 你可不要求真 求真是什么呢 求真 那个念头就是妄想 妄想执着掉了 真就欠起人了 这个真就是真心本性 真如本性就先前了 所以只是除恶而已 对呀 啊 嗯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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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执着呢 发展成为五致 现在一切凡夫都认为身体生活 佛告诉我们 这身体不是我 你执着这个身体生活呢 大错特错 这叫母子 破了母子 就正过罗汉 就出了三界 换一句话说 你要有母这个念头在 三界就出不了了 决定在灵魂 你不会从那里来的母子造成的 如果有法子在 就不能进心 常常讲 明心也进心 就进不了心 法子破了 就进心 五致破了 就出三界 就出了轮回 所以诸位想一想 佛法大小成 法门呢 很重 任何一个法门 都可以当作你出三界 都可以当作你修行正好 这是理论上讲 是平整的 事实上呢 你自己去想一想看 你看有没有我 如果有我呢 那你修行的功夫不到两 三界出不了 要我们未有了 三界才出去了 不过想一想 刚才我们讲的 生老病死 求佛得愿僧慧爱 别立足如阴之身 这不是从哪来的 不是没有来的 如果我们未有了 我们未有了生老病死去 你能不能进去了 所以这个 一切口都没有了 一切苦都是从由母而来的 所以他们根本是知诸 大德 因变成俗智障 五直变成了烦恼障 无量无边的烦恼 都从母而来的 这个要知道 以佛法自识至宗 破二种执着位 那 无知破了 刚才讲了 小陈就毕业了 正在沃洛汉 法执要说破尽量 就成佛了 那 那么现在说呢 这个 这个 既光扶桑 物质 当然没有了 方便土地 扶桑 物质就没有了 凡圣同志土 又物质 报方便土以上 就没有了 虽然 物质没有了 法执 命破干净 直破了一部分 或者是一大部分 还有一小部分的 只法执 命破干净 这就叫做 法身 生 生 好像我们这个杯子一样 这里就有裂痕了 外面里面装的水 生出来了 用出来了 比喻这个意思 它还有一点破损 这是比喻 并不是法身 真正出毛病 法身不会出毛病的 这个比喻 正常流动 正常就是本性 就是真如本性 圆满 圆满 就进入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也要想着 大臣 这个 摄霍土的菩萨 摄霍土就是 理业心不乱的菩萨 摄霍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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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究竟 他没有究竟 所以 语言出入佛山 跟佛 统统都成现 一个圆满 一个不圆满 一个精进 一个不究竟 但是 都不是成现 那么这是四种 这个 净土里面 恐慌 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下面这一段呢 这可以说是 结论 也 是交给 修实的原则 人同志正生 以持命善根 获得同福 与严谨似土 与严寿主 这歌 一句解释 我们每一位同学 要牢牢地记在心里 这是 一切经文法门里面 所没有的 所以 这个经 在 一切佛经里面 称为 第一经 就是这个道路 一切法门里头 至于殊胜 至于不可思议 也在 这一句当中 同志众生 正是指定 我们自己 我们今天 能生其佛世界 能见阿弥陀佛 我们没有断反倒 换句话是 两样东西 我们带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并没有把它断除 嗯 那么我们所用的方法 是 信 灭 使命 对于西方极乐世界 对于阿弥陀佛 我们 我们只约定 相信 没有 也丝毫的疑惑 这叫信 我们一心一意地 想往 西方极乐世界 一心想见阿弥陀佛 这是 用这样的姓名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叫做痴名 痴名 这叫痴名念佛 痴名念佛的 底下讲呢 正跟佛的同佛 同哪一种佛呢 同阿弥陀佛 同摄迦摩尼佛 本经后面说了啊 摄迦摩尼佛之所以能成佛 就是灭佛成佛的 也同摄迦摩尼佛 一切祝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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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修行成佛 都用这个方法 所以 我愿由性恋念佛 善根佛得 善根佛得 才能达到究竟人们 你修其他的法门 不错 是有善根 是有佛得 善根佛得 不究竟 不明白 唯一一念阿弥陀佛了 你的善根佛得会明白 你要问 为什么 念阿弥陀佛 善根佛得 就会圆满呢 这个问题 诸位要是 神如 无量寿际佛 本经的 宋超根要解 你要是 熟透了 这个答案呢 就明白了 确实 不可思议 语言尽司徒 注重在语言字 语言是圆满 一丝毫欠缺 都有 那么换句话说 这种殊胜的工作 这种殊胜的功德意义 除了成佛之外 等于这种殊胜 这个 净出墓园 这种殊胜 也墓园 等于这种殊胜 还有一瓶 三人向 无名 弥陀 所以 同学们 试问 我们 念阿弥陀佛 待业往生 升到西方 同学徒 下下平往生 我们的享受 居然是 与严敬仕途 与严兽足 那麽 我们要问 奥业大使说真话 是不是过分啊 真的是严 谁能相信 谁能相信 顾问出佛 对我们佛祖坚弄了 研究的不多 我这一天 你们都顶着我 都相信了 这是你们有福气啊 不容易啊 如果佛祖念读 看到奥业大使的话 唉 奥业大使太过分了 是老王卖八字卖四夸 哪有这个现象 一定会其佑 所以这个法文叫 南希明之法 奥业大使说的话是真的